我這邊做的就是把我當天真實發生的過程都如實的陳述出來 那對方想要做什麼不敢我的事 我告訴過人 我告訴過媒體 這一切的過程都讓你太惡心了 我沒有想要在這麼痛苦的事情上面 我還要再走一次經濟之路 那說實在 很多人說 喔 你只是假 那真的有去那個尾牙嗎 這個尾牙真實存在嗎 都拿出證據啊 我拿出了證據 公安公司也替強盛的老闆 Tiler 做出道歉 就是一個事實了 還是有人要繼續問說 喔 那證據在哪裡 那多少年證據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員工提供影片 接著就是 喔 有證據欸 那 為什麼你不提告 你不提告 是不是代表你只是在查新聞 現在這一切就是血淋淋的上臉 在台灣 如果你被操擾了 你說出你不舒服 然後你就會被這樣對待 說真的 說真的 就像我告 告贏了 告輸了 甚至 我自殺了 不相信我 你就不會相信我 證據 公安公司不就已經代替 強盛老闆他人做道歉了嗎 這就是一個事實啊 你還問我有沒有證據 好 進他們那邊 喔 當時呢 他們是打給我的經紀人 就直接說 康姐你現在是想要怎樣 我們這邊都有錄影啊 我們從錄影的片段就是沒看到 要不要我們把影片發上網 那第一通電話是這樣的 那我的經紀人就告訴他說 他的助理當天在台下主桌的角度 都只有片段錄影 並不是一直拿著一台手機 全程錄影 那以我的視線 公安公司他們也沒有放置 一台錄影機全程錄影 然後再來 他對我做的事情 以台下的角度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康姐把事實告訴對方說 事發經過就是這樣 嘉純沒有必要為了 侮賴一個歌手 去賭上他的名譽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炒新聞 那我就講出那個老闆的事情就好啦 因為他確實 他們也道歉啦 而且我為什麼要炒新聞 每個月我上幾篇新聞啊 是新聞需要我欸 我 我 我一年開啟刺激指揮 除了我自己的作品 或是最近有一次是因為有關子 我 從來沒有說 記者打給我 欸最近你有一個什麼事情 因為方便出來受訪嗎 我哪一次有出去了 這 至少 這一兩年 記者打給我我都是不接 然後都是經紀人代為的去回答